大家好,我是亮亮,三个儿媳不养娘的下集,马上给大家讲 老二媳妇啊,回到家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心想啊,平时老大两口子抠的一个钱能掰成四半用 鸡个是怎么了?不就是舅舅来了吗? 值得又打酒,又烧鸡的吗? 老三媳妇啊,回到家也是越想越觉得蹊跷 心想啊,今儿个舅舅来了,他怎么舍得把那个公鸡给杀了呢? 演戏演过火了吧 而二媳妇啊,和老三媳妇不好过去 听到老大家开饭了,都年小孩到大伯家听听风声 这老大吃饭的时候啊,鸡大腿,鸡脯肉一个劲的,往老娘的碗里加 老二老三家的孩子,把大伯家看到的情况,一一地告诉了爹娘 老二和老三两口子,共是摸不透了 从那以后啊,老大两口子一反常态 三天两头啊,不是杀鸡杀鸭,就是买鱼买肉 王老太太在大儿子家过了一个多月 老二没接,老大也没送 女人家心系啊,老二媳妇和老三媳妇觉得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但又不好问 老三媳妇心眼多啊,她出了个主意说 舅舅舅好喝两杯,酒后肚里啊,肯定隔不住话 准能探个究竟 这天,老二媳妇和老三媳妇 每人拎了两瓶酒,来到舅舅家 中午吃饭,你敬一杯,她敬一杯 不一会儿啊,舅舅说话就吞吞吐吐的了 舅里俩,户地眼色,往主题上引 舅舅是酒醉心鸣,故意吞吞吐吐 神神秘秘 但还是把那个八十定银元宝的事情啊,说了出来 老二老三媳妇一听啊 已是舅舅酒后吐真言 高兴得不得了 真心跑回各自家和自己丈夫商量 怎么把老娘接过来孝顺 最后啊,三家商定 每家接回去服饰一个月 从此啊,三个媳妇想方设法 讨好老娘欢喜 编着法的,弄好吃的给娘 早晨帮娘洗脸,晚上帮娘洗脚 冬天啊,帮娘暖被窝 夏天帮娘扇扇子 就这样,五六年过去了 王老太太身体也好转了 发胖了 这边三周里啊,心里也没什么底 对那八十定元宝 只是听说 从没见过啊 有时啊,也在老太太面前问那元宝的事情 只是老太太啊 老爱打岔 后来啊 王老太太也怕时间长了 露馅了 有一天 趁三家大人去地里干活的空 把床头的一个木箱 搬到门前 喊来三个孙子 打开箱子 拿出箱子里面的银元宝 一个个地数着 一共八十定 数完后又对孙子说 南南老了 数数容易乱 你们啊 再帮着数一遍 孙子们说着 南南 是八十定 你要这干啥 王老太太说啊 这 叫元宝 只一个 就能买下三间大瓦房 这是八十个 你们三家以后啊 每一家分二十五定 留下五定 哪家 对我好 我就给哪家 说完啊 盖好箱子 搬在床头 中午啊 几个孩子把上午看到的情况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爹娘 孩子们啊 用小手笔画着说 白白的 雪亮的 重重的 一共八十个 是我们说的 这下三个媳妇 深信不疑啊 他们计算着 就是每天吃鱼烧肉 老太太活到九十岁 也用不完五定姻缘 三轴里服侍老太太 一个比一个惊心 一个比一个认真啊 村里人不知这里有蹊跷 都夸这家三个媳妇好 都夸王老太太 有福气 县太爷还亲自派人送来 夸这三轴里的民风扁额 一时间被传为佳话 王老太太一直活到八十四岁 生病去世了 三个儿子终着花钱 为老太太办丧事 穷来了所有的亲朋好友 左邻右舍 穷了三班吹鼓手 大操大办 热热闹闹地把老太太安葬了 送走亲友啊 三个儿子媳妇 把老太太留下的一箱银元宝搬出来 打开锁 拿过一看啊 傻眼了 全是亮晶晶的西皮纸 包着泥巴捏的元宝 乡里有张纸条 一看字迹啊 便是舅舅写的 小时候 有奶便是娘 长大后 有钱就是娘啊 三个儿子 盖上香盖 嗷嚷大哭 哭得是惊天凍地啊 三个儿媳 也一屁股坐在地上 眼泪鼻涕啊 像开闸倾泻 左邻右舍纷纷跑过来劝 算了 算了 死也不能复活啊 你们三轴里 对老太太这么好 那是有目共睹的 有口皆碑的 邻居们这么一劝啊 这三轴里哭得是更加的悲惨 这泪里的辛酸苦辣 外人 哪能知道呢 三个儿媳不养娘这个故事啊 就讲完了 我是亮亮 咱们下期再见